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口创2016年7月以来最大跌幅 也导致三个月进口平均水平下降4.2% 今年一季度则下跌了4.7% 最新消息显示 6月17日至21日 24日至25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举行7天公众听证会 讨论拟议中的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课税问题 数码影像领域领先企业爱普生等超过300家企业将出席作证 同时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6日报道 该报对美国离不开中国的说法予以了肯定 目前关税加码听证会还没开 但众多美企及跨国企业已经开始了组团抗议 美国标准全球公司网站6月14日报道称 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了16.3亿美元 而进口下降了39.5亿美元 从贸易逆差的角度看 5月美国在自己发起的贸易战中失败了 中国5月对美贸易顺差达269亿美元 同比增长9.4% 报道指出 因关税导致的报复性措施 中国对美出口可能开始下降 中国稀土出口总量减少了18.4% 证实了有关政府威胁要减少对美稀土出口的说法 稀土出口延续了前三个月减少11.2%的趋势 报道还指出 出口限制可能扩大范围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考虑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 限制多种对美技术出口 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6月12日报道 对冲基金亿万富翁保罗·图德·琼斯认为 市场低估了关税对经济的影响 琼斯在接受彭博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新一轮关税得以实施的话 我们真的必须看到它们将产生的影响 这是一件大事 我要说 如果这些关税得以实施 我们加征关税的商品将达到5000亿美元 我认为这肯定有使我们陷入衰退的可能 他还说 75年来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对吗 在当前这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 我们75年来首次突然看到 自由贸易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 我认为它在经济上的影响将大于市场的估计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6日报道 该报对美国联邦进口数据的分析 对美企离不开中国的说法 给予了支持 受新关税影响的商品包括273类商品 如消费烟花 鱼聚卷和电坛等 中国商品占据了美国此类进口商品总额的90%以上 2018年价值663亿美元的这些商品从中国进口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6日降低了外界 对美中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的预期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6月底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会晤 罗斯表示 习特会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美中恢复谈判 而不是停止新一轮关税的实施 但是北京与华盛顿核实 甚至是否达成协议带来不确定性 已经对美企产生负面影响 18个月前 美国威胁升级对华商品关税 迫使一些美企转往墨西哥等中国以外的国家 寻找新的制造商 但是并不顺利 美企发现越南金属加工制造业的基础设施薄弱 总的来说 工厂无法与中国的价格相匹配 也无法满足生产需求 美企在信件中称 甚至都没有接近 美企销售的大部分婴儿制品来自中国 青少年产品制造商协会的常务董事 马里奥蒂表示 有能力提高产量 以应对中国关税的公司 在该行业属于少数 马里奥蒂在声明中称 这些产品成本提高 将给美国家庭带来不公平的负担 毫无疑问 这将导致能够获得对自身安全 至关重要产品的婴幼儿大为减少 青少年产品制造商协会 正在推动贸易官员将婴儿产品 从下一轮关税中移除 以保持他们的价格可承受 美国升级对华商品关税 也遭到了来自美国商会和全美零售联合会等范围广泛的商业团体联盟的反对 据英国路透社6月13日报道 这是关税伤害中心地带 最近给特朗普政府送达的最新一封信件 这是一场全美性的反对关税运动 得到了农业、制造业、零售业与科技等产业150多个贸易团体的支持 6月13日送达的信件称 我们对以牙还牙的关税战升级仍感到亲切 广泛征收关税并不是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有效工具 关税是美国公司直接缴纳的税 而不是中国 重税之下 不但美国本土企业组团反对或申请豁免 包括日企美国子公司在内的众多跨国企业也纷纷发声 在出席对中国产品课征新关税的听证会前 就声明抵制立场 而在稀土材料等产品被排除在美国拟征税清单之外的同时 还有产品被取消已宣布的额外关税 被认为用技术打败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 据日本时报6月15日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公正听证会开始前 爱普生美国公司索尼互动娱乐和三菱化学等公司 以及美国行业团体 以各自就特朗普的新关税计划表达了立场 爱普生表示 将向美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申请 将投影仪 大幅面打印机 平条打印机和扫描仪 从可能征收额外关税的产品名单中删除 理由是这将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该公司发表声明称 对这些产品加征额外关税 无助于消除中国的行为政策和做法 相反 关税只会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额外负担 索尼互动娱乐则透露 在听证会上 他将解释 对从中国进口的游戏主机征收额外关税 将如何损害美国小企业消费者和创新 三菱化学公司法律顾问表示 该公司将在听证会上讨论 拟易关税对其美国生产业务 工人 以及美国锂离子电池制造商等 该公司美国客户的影响 此外 据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 6月14日报道 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 仍没有解决方案 各投资公司分析人士继续计算着 未来数月可能发生的情况 本周摩根大通策略师 马尔科·科拉诺维奇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 面对可能出现的特朗普衰退 美国股市可能受到影响 科拉诺维奇创造了特朗普衰退这一术语 认为贸易战到目前为止 抵消了财政刺激措施带来的所有好处 如果继续下去 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根据他的观点 如果这种情况最终发生 历史学家可能会称之为特朗普衰退 因为这种衰退将在很大程度上 源于关税战 他说 美国股市的轨迹 在过去两年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在预期税收改革 将提升利润和促进经济活动的情况下 强劲上升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 则基于一场摧毁价值的贸易战 花旗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学家 凯瑟琳·曼恩说 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和全球经济衰退风险 造成的越来越多不确定性 通常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不过曼恩也指出 现在就预言美国已持续长达十年的牛市的终结 还为时尚早 虽然美国官方言论不断淡化贸易战 对其自身的影响 但美国的企业主们显然不这么想 在里耐克阿迪达斯为首的173家企业 向特朗普发出公开信后 以沃尔玛Costco为代表的美国零售巨头 以及其他600多家企业再度发出联名信 要求特朗普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零售商服饰公司等每天直接与消费者接触 对经济形势的感知也更加敏锐真实 沃尔玛在美国本土拥有一百五十万员工 曾多年名列世界五百强第一位 Costco则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超市 贴近成本的价格让其极具竞争优势 众多实力雄厚的知名企业 齐齐向总统喊话停战 名怨似其可见一斑 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当下 国内外舆论厂有一种看法 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家底深厚 特朗普任性挥舞贸易大棒 定有其坚强的基础 当然向来极度自信的特朗普和他的幕僚们 也坚定认为 提高关税税率是使美国再次伟大的不二法门 但显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测算加征关税 使得美国消费者年均负担增加了70亿美元 认为如果特朗普还要继续给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就会令美国再失去200万个工作岗位 GDP下跌一个百分点 对此不少专家担忧 特朗普衰退已经开始萌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